让第六岁掌货前锋草鲁黄明豪一起算 今天我约了前锋哥和草鲁吃饭 然后我们比赛谁先到 输的人讲一个段子 我先到了 他们还不知道我到了 所以我现在假装我还没到 哈哈 什么回事 哈哈哈哈 说这么快 哈哈 回来以后讲段子 好我给你讲一个段子 回来再讲回来再讲 回来再讲 你们俩干嘛了 为什么到叫上厕所 热搜第一的前锋 前锋又胖了 你看你没有看美颜对不对 我现在看上去是不是像 70公斤的人 也不像这个也不像了 但是没有那个电视里那么胖 对电视里那么胖 你们要为我证明好吗 他胖吗 你好 不胖 不胖在哪 他说我胖我还怎么吃 还怎么点菜 哈哈哈 你刚刚迟到你得讲一个段子 随便 讲什么段子啊 随便 嗯 能播的啊 嗯 白气球把黑气球打了 请问黑气球怎么办 黑气球要补气 黑气球就爆了呀 不 黑爆 黑爆 他要告白气球 告白气球 哎呀 好冷啊 哎呀 没骗住 哈哈哈哈哈哈 告白气球 你的段子呢 大家见过孔雀拔鼻毛吗 哈 见过吗 你见过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孔雀拔鼻毛 我的 孔雀拔鼻毛 有 哈哈哈哈 来最后用醋来说我 我们还在吃饭又在吃饭了 还来了一个黄明昊帮我打开一下 你是不是要剪到节目里面的吗 你赵着跟我关系好就这样乱拍 哈哈哈哈 要收费的 哈哈哈 太贵了 我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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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拍曹禄好 我免费 曹禄以后会打哄大词 哈 这些 这些人就不说了 这些人没有人心可怜 天天就想着赚钱 名利场 怎么赚钱 这人的名利场 对对对对对 你呢 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吗 前方也是这样想的 我不要钱 哪有这些胖的 还会更胖比 现在还胖 哎呦哎呦大哄大哄 好人 哎呦我不能喝几个 不能喝几个人也是 你看头发也不剪 还剪头发 该剪头发了 今天我花了很多钱 请你 请全锋 锋哥吃了日料 然后我们又玩了密室 他请我去一顿饭 就要直呼我大名了 请全锋吃了一顿日料 锋哥我说了锋哥 迪哥你今天很帅 帅个鬼啊 头发跟什么一样 烂飞的 嗯 对你说说 滚 哈哈 今天我们点的是那个牛蛙锅 但是 黄美浩不吃牛蛙哈 风哥你游说一下他 牛蛙的肉属很有弹性 蛋白质含量很高 脂肪含量很少 优质蛋白鲜嫩的肉 他的口感他比鸡肉还要嫩 但他又没有牛肉那么 怎么牛肉出来了 因为牛蛙所以跟牛有关系 你不吃牛蛙的原因是什么呢 看着又不行不上了 那你待会闭着眼睛吃吧 你看着恶心闭着眼睛吃就好了 好闭着眼睛吃 牛蛙难道不像那种健身 健得很厉害的那种男子 美蛙我都管他叫美蛙 你看这个肌肉 哈哈哈 我用英文了对不起 你今天挑战一下吃牛蛙好不好 你到底用不用到商业价值 老师要拉我们进这家店 还给我们特意推荐牛蛙锅 原来是这样 他吃了你家费要吃牛蛙 你还你就是牛蛙 没错 这就是本人在上海入股的 根本就不是好不好 这个是服务员冲到哈哈 让服务员擦这就擦这 怎么可能 我现在马上把服务员叫过来 看他怎么叫我哈 服务员 您好什么事情老板 说漏了快谢谢 不用了 没事了没事了 站一下 可以可以吃 这个蒜蓉的饼 哇哦好厉害啊 你的表情要不要这么 真名啊 对象什么肉 像鱼肉 嗯 因为水里的都一个味嘛 还行 你看我们这都是香油蝶 也蒜蓉香菜啊 什么啊 你吃火锅吗平时 是 但你这个干的 你快炸一个东西 炸一下 炸个午餐肉 那 狠狠的拌 好好吃啊 锅底的味道吧 应该是 哈哈哈 那是风哥 你这个这个就叫甘油点 就叫甘点 你的口罩下面挡住了多少层肉 没有是吧 哈哈哈哈 你是谁教你 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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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这不都大家应该知道了吗 加两个香油加个好友加个松加个蒜 旁边下你在搜什么图片 风哥又胖了 谢谢 看一下 有什么啊 好像没有那么夸张吧 那当然了还用还用怎么说 那你什么意思 湖南卫是恶意剪辑你吗 就是啊就是这样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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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后面了 笑也剪掉 哈哈哈 我才是真正的恶意剪辑哈哈哈 但是给大家透露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快凌晨一点了 风哥现在的状态是开胃了 哈哈哈哈 这串比刚刚又多了好多 都是我的 这是我给黄明浩凉的 少懒 来来来这个牛肉 镜头没拍你了 镜头没拍你了 啊没拍了 没拍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吃香菜吗 黄明浩 你尝在香菜 有些人很受不了香菜的味道 但是永远一吃就会彻底爱上 我觉得我可不受不了 嚼啊不想吐 不能让费粮食 还行吧 你习惠味 哈哈哈哈 什么味道 那么宽敞吗 吃的怪吗 香菜的营养很丰富 对身体好 欢聚的时光总是这么的短暂 今天的聚会就要结束了 今天玩的开心吗 跟我 不开心 哈哈哈哈 我我喊你 你走过去 你去对着我说 什么事老板就好了好不好 什么事老板 对很认真的 什么事老板 哈哈哈哈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 好 最后最后 嗯嗯嗯 来准备啊 321 服务员 你好 什么事情老板